動錯了 有可能反而會讓你變胖喔 趕快請杰玲來出題 好 考一下大家對於我們減肥的時候 做什麼運動呢 會讓你瘦更多 A是清晨快走 B是晚上慢跑 到底是哪一個呢 一樣都是動喔 可是時機點不一樣 那我們請三位來賓請選擇 B 好 那我們先問一下甄莉好了 因為只有甄莉選擇 因為我是完全不運動的人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個答案 看得出來 B是什麼 B是晚上 你是為什麼覺得 晚上運動會比較有效 因為晚上你是吃最多的啊 晚餐 通常大家晚餐都吃最多 那要消耗你的所有的晚餐的熱量 不就是可能休息一下 然後就去跑一下步 而且老師剛剛也有說 就是吃飽之後 不能做的 要動對不對 對 要一直動嘛 這樣才會比較不會胖 所以因為我不太運動啦 所以我猜應該是晚上慢跑 那問一下克帆 為什麼選A 我每天都在清晨快走啊 可是你沒有看你瘦啊 我現在瘦了啊 真的嗎 你之前很胖 你4點93公斤耶 你4點就出門了嘛 我還年85了耶 你4點就出門打高爾夫球了 4點半就起床了 對嘛 然後差不多從6點鐘走到大概11點 蛤 就高爾夫是這樣在走啊 是 對 哇 因為有個球你會很想走啊 對 然後再如果不行的話 清晨我走去找餐店的速度都滿快的 因為很餓 用快走 對 但是晚上 因為我這個是比較咱們老祖宗的 咱們 早上鍛鍊比晚上鍛鍊好啦 對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少林寺的和尚 你都是早上在練功的 對 對 對 所以我選擇清晨讓自己這個身體活絡 讓晚上要休息啦 你晚上跑的一個腦神經那麼興奮 睡不著啊 不會啊 跑來跑就累了啊 不是更好睡 對 你的現實生活中是 早上也不醜 晚上也不好 對 對 我是選擇A 好 那宇柔為什麼選A 因為我先不管清晨跟晚上 快走跟慢跑 我本來就是選擇不跑步的人 因為其實在戶外跑步 跟在健身房跑步是有差別的 是 因為你在外面跑步 它可能因為地不平還是什麼 你的身體的那個失重的 會不平均 然後對身體也不太好 對 然後所以像我是真的 每天都是用快走的方式 因為它還是會喘 還是會流汗 沒有 它的快走跟慢跑 不見得是在外面啊 你可以在那個健身房 就是它還是會有一定的消耗 但是不會到那麼輕力 所以你選擇A的原因是方式 對不對 是快走 對 好 請楊老師來拼拼你 好 雨柔 你跟對人 GO 好 我來解釋 為什麼 我們的答案是那個清晨快走 對 那清晨快走的話呢 它當然第一個的話 我們在講的話就是 在那個美國西北大學 他們針對了50 54位的受試者 平均年齡是30歲 然後呢 讓他們都是在戶外做快走的動作 都是在清晨 那清晨第一個上來的是太陽 對 所以呢 因為清晨的時間太陽上來了 那太陽上升的時候呢 我們人體最大的一個脂肪細胞裡面 它有對 微生素D的一個接收器 那因為這接收器的話呢 它會影響我們的那個體肪 脂肪細胞變大 或者是變小 那因為會有變大變小的問題的話呢 所以他們當時做出來的研究是 針對這54個話 發現到他們的飲食沒有特別的去控制 運動沒有特別的去增加 但是他們並沒有特別的變胖 對 那剛剛我們回到第二個話呢 夜間快跑的問題 因為呢 慢跑 夜間慢跑 慢跑或者是快跑的話 它會拉高我們的有氧 那有氧的話會引起我們的 所謂交感神經的亢奮 所以你夜晚的時候呢 你的情緒整個照上來 或者是整個情緒沒有辦法 盪下來的時候呢 會影響到我們入睡的狀況 對 所以我們一般在晚上的話呢 慢跑的話也不建議是說 在你快要睡的前兩個小時 比較會建議再往前提 因為不要影響到睡眠品質 我來教大家一個運動就是 很多人都想練臀跟腿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剛剛就回到 我們剛剛的快走跟慢跑嘛 那我們現場就要準備一個小道具 看你的運動到底臀腿是做對還是做錯 好 我們每人準備一條繩子 貼在你的膝蓋上面 那電視機前的觀眾 你們也可以在家找這個小道具 好 雙腳跟你的臀部一樣寬 然後呢 你們兩個 大家的手平舉 好 然後慢慢的蹲下來 然後記住喔 我們的繩子的頭不能超過腳尖 你要繼續往下 不能超過腳尖 我坐到椅子咧 超過了啦 沒有坐到椅子了 往前往前 好 再一次喔 好 再一次 大家慢慢的下蹲 然後看到我們的繩子的頭 跟腳尖都一樣 那我們倆要穿高跟鞋 對 高跟鞋 好 然後慢慢的站起來 好 可以喔 有吃到 我們剛剛只是純粹的平衡動作喔 我們現在要加手的 剛剛只是平衡喔 還沒有開始喔 好 大家的手 很丁耶 那角度 然後你的這一個點 不能超過腳尖 對啊 不能超過腳尖 然後再把手往上舉 然後往後拉 好 然後慢慢站上來 好 快痠到 好 再一次喔 換我要看你們的角度囉 好 慢慢下來 繩子的頭不能超過腳尖 你練到的才是臀部跟臀部 這個很像陳曉筠唱歌 手 慢慢的向上 對 然後再上來 好 這很痠喔 超痠喔 好不好 我剛剛為什麼要請大家 用這個繩子呢 因為我們一般在練運動的時候 下蹲動作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往前 對 都超過 這個只要超過的話 練到全部是蘿蔔 所以我們用這個繩子的垂直點 它的點在這邊的話 你慢慢的上來 練到的都是臀部跟腿部 那我們剛剛為什麼要加手呢 因為手的話 你往上再往下 拉上的時候 是練你的 老師一天可以做幾次 其實一般我們在做的話 只要做到你快要沒力的時候 再撐兩下 因為你再多的話呢 你會變成是腳就往前了 跑到多過去了 我也可以練做六十個 好厲害喔 好強喔 你是幹嘛的呢 不是 因為它就是練 它就是練大 因為我覺得女生夏天穿 那個比較短的褲子或褲子 如果肉是鬆的就不好看 真的 可是雨柔我們來挑戰一下 你再把它貼回去 因為剛剛這個動作 現場因為有穿裙子 然後你能不能蹲到底 底 蹲到底 幫我們示範一下蹲到底的感覺 蹲到底 你跟我一起做 掉了掉了 你換一下我沒有跑 你整個下來 有耶 有耶 沒有超過耶 雨柔真的沒錯 然後你蹲到底以後 手往後 注意囉 我會打到你的手 不會 好 來 手往後以後 手從上往 對 然後從 再往上拉上來 看到沒 人家沒有變力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樣 他真的都沒有超過 他臀腿力量很高 好強喔 好厲害 我可以坐下了嗎 我可以真的是一天做六十個 真的有差耶 因為他穩定度 他膝蓋的穩定度跟腿力 還有臀部力量很穩 對 非常的穩定 好 謝謝楊老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成績 甄莉呢 目前是一婚 來 靠番哥沮喪耶 三分 哇 恭喜雨柔也是三分 好好把握最後一題 來 傑琳請出題 好 炒大家呢 運動後很餓 這時候要吃什麼呢 才可以降低食慾 幫助我們減重 A是蘇打餅乾 B是發生糖 題目是說 運動後要降低食慾的話 可以選哪一個呢 來 三位請作答 降低食慾 降低食慾 好難喔 發生糖 兩個感覺熱量都很高 降低食慾 降低食慾 好 好 雨柔 決定了 有沒有選A喔 每天都尿尿 我們兩個都選A的話 都A都有得吃啊 對 對不對 但我要跟你拼個高相 哇 哇 要逆向操作就對了 對喔 好 那雨柔為什麼選B 花生糖 因為她要跟她拼個高相 花生糖裡面不過就是 麥芽糖跟花生 那熱量就很高啦 可是花生本來就是 植物性的那個什麼堅果 還有什麼油 對身體是好的 可是麥芽糖 不是啊 可是糖它其實也沒有到很多 而且人本來就是要 要吸收一點糖分每天都要有 可是蘇打餅乾它是怎麼做 餅乾就是澱粉啊 對 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都不知道 好 我只是會讓她比而已 客盤為什麼選A 甜蜜蜜瘦身小點心 讓你減肥時更開心 半碗的這個紅糖 紅糖對女生生 對 那再加大概一大瓢的這個 所謂的麥芽糖 因為麥芽糖 還可以加麥芽糖喔 對這位人妻 可以往後再黏 妳想讓我記住 不是 妳在喊劑車 妳在喊劑車